《新島》 柳文貴 大家好 新島には三回目 街上には随分変わって リーグリーしました 我之前曾經到過新島三次 那每次都感覺新島的變化很大 但変わらないことはありました 新島的別戴相変わらず惜しかったです 唯一普遍的 我自己一直覺得普遍的就是 青島的地球非常好的 今天我們要演講的題目是 從日本的稻荷林社會來看中國的未來創意 日本是各個所知道的 是全世界目前最高齡化的一個國家 今年日本高齡化達到28% 那基本上我剛所說的是日本 全國一個平均的老齡化平均 那是我出生的故鄉 日本東北地方的秋天天化 是接近以前大地震的故事的地方 那是日本 老齡化最嚴重的那些 老齡化超過 反正是適時的一個縣 你們大概可以考到一個大陣 那個縣的現狀 可能會是一直沒有一個狀況 他就說 南方的口聲沒有聽到 子女的口聲沒有聽到 他說聽到 蘊爾古時三節也聽到小孩子的笑聲 待中途出之後都去年齡だけ 在日常之中街道上所遇到的都是只有老人家 在街道上走路的時候,如果我會聽到小孩子的笑聲或是英文哭聲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非常驚訝 當然啊,就如同這個所知道的,並不是每天有結婚的時間,而是每天都有很多的帳目 所以說實際上,不是每天都會認識別人,並不是每天都會認識別人的風景 像在江江的老年化的現場的話,像藏年這件事,今天等日常,大家所能熟悉的一個繁星,已經不會再覺得驚訝 當然啊,鄉村路跟大都會是完全過度的,目前我現在是住在東京周邊的區域線 像齊羽村這種大都會喔,他的老年化大概接近到滿30人 人口独態的變化,是全て価値的變化,是全て価値的變化 因為人口年齡独態的變化,其實是跟社會的所有的價值關係連結在一起 當然,學問體驚訝場所的地方就少了,那到處都有站一色的 學問體驚訝場所在高齡化的社會上的年齡独態的變化,所以 學問體驚訝場所在高齡化的社會上的年齡独態的變化 他說因為法英化社會就是表示說,老人家比一般的年輕人的比例要高、過勞 他當然就會從年輕人的一個思想觀念的變質地,然後人家的思想觀念為中心的一個都會 日本有65歳以上的人,有3500萬人左右 日本目前,差不多65歲以上的人家有3500萬人左右 當然會是學裡面的異議人 那這3500萬人裡面有2千萬人一次女性 2千萬人,1千萬人 1千萬人,1千萬人 1千5百萬人以為男性 有1千5百萬人是男性 気が利いたでしょうか?日本の高齡化は女性が7位女性 約5年、5年、6年、7位女性 約5年、7位女性 年老人の時代 女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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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法生活的時代 女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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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退休以後 或是在家裡面生活的時代 基本上都是以女性為止 女性的時代 女性的時代 日本人 女性的時代 我常聽 在中國的時代 有人發生 在中國時 他都是55歲 60歲 是個退休的時代 女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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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日常的 一般國民也 希望能這樣 但基本上 事實上 那他們在65歲以上的男人長者有一半以上還在工作 65歲以上的女性在工作的只有三層左右 65歲以上的女性在工作的只有三層左右 雖然那些女性在工作的女性在工作上 她的女友是因為說 有的人是因為說 我喜歡終身都在工作 但有的人是因為不工作活不下去 雖然那些女性在工作 當然日本的社會保險制度啦 他的年薪退休制度也還完整 那是目前的事物來講 他並不能完全保障一個老人下的退休生活 何より何より 日本的社會保障はかなり充実的 但是人口が高齢化 人口が高齢化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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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其實日本的社會保障 跟年金推出都是非常完整的 為什麼還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就是因為 高齡殺死犯的關係 他的財源財水 所以慢慢因為殺死犯感 沒有連現金繳稅的關係 他越來越不安定 日本の介護 あるいは医療は お金があってもなくても 皆さん平等になります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最高に しっかりとした 治療保障が 現在は簡単に 在日本 他医療長照 的部分 的照顧部分 不管有錢 沒有錢 所有人 都可以一次同 接受到 長照保险 或医療保险 的照顧 しかし それが 少子化で 高齢化が 所謂だって 財政問題 様々な心配が 国民の中には あるんです 當然 有一個 そういう状況 そういう状況 高齢消失法 加速進展 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 柴原 漸漸的 不穩定 就會 产生 類似 整體社會的不安定 日本の 結婚寿命 日本の 平均の寿命は85歳 中国は75歳 しかし 10年ぐらい 日本ではない 平均 日本の 平均年齡 平均年齡 85歳 日本の 平均年齡 75歳 ですから 健康で 習得するという ためには医療や あるいは 自分自身が健康管理を 努力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が 何より大事だし そのような 作業が 非常に 増えています 他所以說 量保持到 健康又長寿的時候 當然 相關的一些 医療長寿 健康保険 健康保険 相關的 私たちの 都需要 相對 發展 中国の 老人ホームを ずっと 研究させてもらうと かなり 健康な 渡症が多いですし 実質を 楽しみに より 階段 という それが え 今 基本上在我的經驗室裡面來看的話 65歲到75歲 從65歲到70歲前之前 大家的生活會很健康 75歲到85歲到85歲的時候 全都改變了 人們集中了 基本上只要人的年齡超過75歲 75歲到85歲以上之後 所有人幾乎都需要人家來照顧 在日本超過65歲的人裡面 他的比率裡面有超過14個比率的人 需要被勘付跟照顧 所以像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他目前的老人家大概有 差不多65歲的老人家大概有 3500萬的時候 他必須被照顧 需要照顧的人就接近有500萬 對 中國的老人家大概有 對 中國的老人家大概有 對 中國的老人家大概有 一億三千萬 就今年 國內的一個 報告來講的是說 我們國內的老人 65歲的老人人口 今年的老人家大概有 30萬元 這個數字已經比日比國民的 人口還要多 高齡化率有約10% 但是 何より 世界一名高齡者 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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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 他的老名化只有在 百分之十左右 但是呢 問題一點 換個角度來講話 在任何數字上 是全世界第一的老人社會 これから日本以上 高齡化が死んでくる ということも 皆さんが有所謂的 可能啊 今後 高齡者說 他在 推動的時候 相信 我們國來的國內 會移民到整面的老人社會 我相信 大家可以預測得到 多分 これから 禁止ない人から 開放必要的人たちが 急增していく 所以 その対策を 考慮できない 再考慮できない 目前 我們需要照顧的老人家 非常重要 但是 未來的情況 我們需要被照顧的老人家 相對在我們的 極速的生產 在未來 針對這個部門 你是不是應該進行 考量一些 對策的方案 しかし その時 海國に遭う 人材 広場的 教育体制 或 人材の 日本は もちろん 市長には きちちぎ 終わりました でも 中国でも そのような状況にも ある 當然 相對的需要 這樣子 有這麼多人 常識需要人 的照顧 或者 相對的 怎樣培訓 這些照顧人員 或是 武理師 這些人員 也會變成 一個相當重要的 一個課題 日本は 今から 約一年前 二十年前 富裕層のための 老人ホームが 大阪です 在二十年前 日常也像 國內現在一樣 針對 他國內的 富裕層 非常富裕的 有 生活憂鬱的 老人家 見了很多 健康大人類 しかし 富裕層の 老人ホームは 今 日本には 経済が 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 しかし 経済が 但是 經過二十年以後 在日本 先還 針對老 富裕的老人家 開了一碼 清潔水面 機率 都不存在 それは 長期的 考慮 将来 経済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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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圧 それは 健康大人 健康大人 人经社 社会 だから 年齡的 年齡增加 たんどり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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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 極限 地の 発展 成長 就是因為常常發生那麼多年前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所以在日本他針對這個感應的時候 就是採取了一個長照保險 在西元兩千年之後投入了一個長照保險 我已經就我所知道的2013年之後 我們一期到市政府就率先在國內創作醫療承照保險制 我個人能針對這件事比較好 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一個市場 我個人以前沒有錢 人家是不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長沙醫療保險這些部分,有些部分非常有陰暗的部分,但事實上,我個人的例子是怎樣的? 我的人大部分都沒有,因為他主要是說,其實我們的長沙醫療,他身體非常健康 那我又是講講講,只要我們的社區區域跟地域,農村內地,我們都沒有離職的地方,不要緊張? 能讓這些玻週之健康堅持 能生活愉快 健康 採取這樣生活的講義模式 我想 都可以對某種意未來 中文化社会是同时的我和同时的都市全是中心的社会 今处的质量是改变的 我们的食物和食物和食物和食物都全是改变的 因为藏者的社会 其实就是以来玩家的想法为中心 不像我们现在的营业宣布团在十一柱油的量跟环部分都变 相对的也会为这样的东西产生不一的产业图现 在外国的务团参与开户的现场也变了 今处于IT制造成组织的方式 大きく影响判断 例如说以目前医疗参照的房子来看的话 基本上它是一个劳动集约的产业 但是今后呢 我们可否定怎么样驱使IT的半导致 代替这些资讯上的面貌来改善它 今日 请问大家 因为今天在座的各位来兵皇和家兵皇 或是相关于有关聪施与相关这一类的长照医疗发现 或是相关地方发现实体这一类的产业的各位 相对的兵皇的增长的时候 相对各位的越能的勃勃在这个场面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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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盛正玉先生 大家注意看这个坐标图非常有意思 到2050年的时候 中国将会改成日本的2010年时候的老年化的比率 但是大家看那个红色的柱子非常高 虽然说比越境日本一样 但是我们的人口基础达大过于日本 所以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是更加的严重的 我们经常看到电视信里面会说到 日本的经济发展现在是严重受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指决 所以我们想象到2050年的时候 可能中国面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必须严正以待 中文章的表现 接触他们 Youtuber 当网上的生活